好 大家看到陈时中最近因为免制马桶政策宣传影片陷入了风波 那么在中秋节至今天这一天暂时挥别了争议 在脸书上祝贺大家求结愉快 同时也不忘宣导卫照 提醒大家不要让毛小孩戴上幼子帽 而国民党的蒋万安则是在幼子上画上了字画像 要送给儿子当惊喜礼物 却是被吐槽 换一个自己是不是 对 趁着赶行程的空档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出中秋节特别任务 拿出麦克笔在柚子上画上字画像 要给儿子一个惊喜 这不像我 不太像 有点像那个辣椅小鲜的爸爸 只要像辣椅小鲜就好了 大象大象 塞两下就有大功告成 平常穿的Polo衫招牌的髮型 手上在拿着国旗到底像不像 让儿子亲自鉴定看看 你才把他画什么 你 你画你 你觉得像吗 头发要粗一点 这份神秘礼物 没想到蒋万安儿子一眼就认出来 不过也当场吐槽画得不太像 父子俩互动温馨又有趣 蒋万安说以前常陪伴儿子 但这段时间忙着选举 常常凌晨回家 深夜返家 亲子时间被压缩了很多 手座的人像幼子也是增进父子感情的方式 而历经影片二创风波的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很诚实中则在中秋节当天 暂时抛开选战纷扰 祝贺大家秋节愉快 柚子帽虽然可爱 但请尽量避免让家里的狗狗和猫咪带上 柚子皮里面的成分会对毛小孩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而有别于影片庆祝的方式 新北市长侯友宜却出了一道中秋猜谜 以三个平头背影让大家猜猜到底哪个是他本人 民进党的社群平台也出新招 推出六都首长参选人的吉祥牵师 还有互动游戏 进入年底选战出奇招 不管是温馨路线还是搞笑风格 中秋的祝贺方式 不仅增加曝光度也为选型助攻 记者是微信3台北报导